請主委 請陳主委 葉文好 主委好 主委,我早上有很認真聽你在答覆 我先請問 你是到今年進口多少棉子嗎? 今年的進口量大概是五千噸左右 五千噸左右 主委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站到這個台上來,要準備 我們請序幕處 時間重來啊 連這個第一題都答不出來,我怎麼接下去呢? 好,繼續 好 今年是一千三百八十公噸 今年 我說時間重來嗎? 是啊 五千噸跟一千三百多噸,你看差多少 三年 一百年到一百零二年 我問你今年啊 今年是一千三百八十噸 一千三百五十六噸,主委 你看 你看 你連你們 到底準許多少進口 你都不知道 這個不是我們準許進口不進口啊 好 你們 不是你們準許的 是經濟部準許的 是不是 不是,這個是一個 來,好 我沒有時間跟你 我希望你站到這裡來 要準備要負責任 好不好 你也知道大家今天問什麼嘛 我也不是第一個問的嘛 對不對 那裡面你差那麼多 五千跟一千多 差那麼多 你也敢講 來,主委 不是進口少量 這個不少 一千三百多噸 早上你說這些呢 出了市的廠商 他們說沒有 他沒有做油 有一些就說他是做肥料 你還強調喔 這是做肥料 不是做飼料 有機肥 做有機肥 是 那就是你管的 來 他告訴你做 飼料也是我管的 好,我先問嘛 你做了多少 你說是肥料 到底飼料還是肥料 你再答一次 都有啊 飼料肥料都有 進口免子去 去做成飼料也有 肥料也有 對 都有 都有 好,那我先問你 做成什麼肥料 有機肥 然後呢 有機肥到哪去了 到有機的生產區啊 農民那邊去了 都已經到農民那邊用掉了嗎 還是還在 還在場裡面 也有的在 場裡面 也有在外面 我們昨天去查的時候 有去抽樣 現在在分析當中 好 那你說數量是吻合的 齁 肥料裡面 是吻合的 對,初步我們去對它的進出 來,那飼料的部分呢 有多少到飼料了 飼料的部分齁 看一下 飼料部分,你是講102年還是最近這3年 兩個都告訴我 呃 一百 最近這3年裡面 我們去用作 呃 飼料是4365公噸 3年裡面 4365公噸 好 然後今年呢 今年的部分是 養牛飼料 養牛飼料 大概 一千多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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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噸是一千多少 你們連多少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可以告訴我 三年是4365講的這麼準 對,我沒有把三年統計起來 好,那就有今年的吧 有有 不然拿來的這個數字嘛 有 多少 我們請他們查了以後 跟委員報告 好 你說一千多嗎 哈 你說一千多少不知道啦 哈 要查一下哈 是不是 主委 好 今年進口 抓到了以後 就說一千多噸 去做飼料 一千三百五十六 有一千多做飼料 好 你也相信啦 五千 三年五千多噸 裡面四千多噸做飼料 那我就要請問啦 你做飼料 有沒有含棉糞啊 飼料裡面的棉糞 要不要驗啊 主委 呃 不要拖我的時間 針對我的問題 我們是沒有驗 我們未來要來檢驗這個棉糞 好 沒有驗 你知道歐盟的棉糞標準是多少嗎 動物飼料 動物飼料是 一百個 亂講 主委你要站到這裡來講 要 要準備嘛 我要質詢你 我都要做功課 你在當主委呢 你不用做功課喔 主委 是 歐盟的標準是 二十ppm的棉分 可以嗎 二十ppm 歐盟的動物飼料的標準 二十ppm 不是一百一百 沒有那麼多 來 那我們 完全沒有標準 主委 這非常危險 你知道嗎 好啦 現在 因為 沒有抓到 他就告訴我們說 到飼料裡面去了 到肥料裡面去了 那飼料給動物吃 動物吃了 人還不是吃動物 我們連內臟都吃耶 我想在緩除動物上面 棉糞不會轉移到牛奶 以及他的血液裡面去 這個都有實驗證明 對 我 可不可以拜託 請求你針對我的問題 我跟你講內臟 你跟我講牛奶 血液都沒有的話 內臟怎麼還會有呢 那為什麼人家 歐盟會驗出來說 內臟會有呢 那我要去看一下 他的怎麼做研究的啊 那你要趕快去看 你不要從後面 不要從後面的結果 就是講 否定了所有的學術的這些研究 那你也不要 否定人家歐盟 已經做好的標準 我會去看 嗯 好 你認為 台灣人的命都比較軟 沒有 可以讓你們這樣處理 沒有 怎麼會沒有呢 到今天你們都還沒有 還搞不清楚狀況 你讓我們怎麼說 來 我再問 好 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定出來標準 我都已經跟你講歐盟的標準了 我都跟你講人家說不可以 飼料裡面不可以超過20匹幣 不然的話內臟可能會有人吃了還是會有影響 你都還搞不清楚狀況 那什麼時候才會搞清楚狀況把標準定出來 我們希望收集更充分的資料 我不要希望 我要你給我一個時間 在三個月之內 我們來開會把它定出來 好 三個月 好 再忍耐一下三個月 這三個月要學我們新的書長 什麼都不要吃 來 我再來要請問 我再請問 你們 這個 通通不管 那 現在 就像 我相信 總之訊 你現在有聽了 雖然不叫你起來起來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會有 才要定定基因的標準 可以 可以 忍受的標準 我們 什麼基因的標準 黃豆 我們先說黃豆 好 基因轉食 來 不是 農藥殘留的標準 我現在是 我知道你是農委會 所以我要問這個 農藥殘留的標準 是 農藥殘留的標準 我們本來就 我們本來就有 可見 你還是沒有叫你上來 你就沒有專心聽我的種質詢 來 農藥殘留的標準 是有 是 可是你這個標準 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裡 這個太小了 因為你總之訊的時候 也沒認真看 加林賽 泥泥村 我們有沒有禁用泥泥村 台灣的農民是不是被禁用泥泥村 好 我們這些農民要禁用 沒有啊 我們怎麼會有禁用 我們沒有禁用泥泥村 沒有 沒有 泥泥村這個農藥是禁用的 你不知道啊 沒有啦 農民告訴我 有啦 主委 加林賽沒有禁用 哎呀 加林賽就是泥泥村 對啊 對啊 因為那個是一個 我當然知道 有沒有禁用泥泥村 你有沒有禁止農民使用泥泥村 沒有啦 你在這裡說 農民會聽到 再來大家可能 常常要吃到泥泥村 沒有禁用 不是 泥泥村它是一個 除草劑 它是一個非常容易代謝的東西 在國外都用來做這個 落葉劑 而且它在一個禮拜裡面就會沒有了 我們做過很多實驗 好 對不對 不要看了一個報導 就是說都是毒藥 好 這不毒啦 來 泥泥村不毒以後可以用 這是你告訴大家的 對 那我再請問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自己種的毛豆 泥泥村這個毛豆喔 連殼喔 從殼下去 絞碎下去驗 它的 這個 泥泥村 加林賽的 存量只能0.2ppm 為什麼黃豆可以到死 你說那個 毛豆的是嗎 我們自己有種的 要求到0.2 外面進口的 可以到10 這是什麼標準 蛤 這個在 豆類的用途上面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毛豆是沒有使用泥泥村的 因為它在收毛豆的時候 它是輕 輕的就去收啦 這個 大豆呢 它是要 比較乾的夾才可以去收 你真的是胡說八道耶 我問你標準 不是啊你標準就是看你有沒有用啊 你沒有用的話標準當然要很嚴格啊 喔 原來它要用 你就給它開放標準 不是 這個標準要是以人體可以許可量來設定它的標準 這個當然 怎麼會是以作物有沒有使用來制定它的標準啊 不是 這個當然都是可以許可 人類安全的許可的啊 主委 我很難接受你們這樣子的標準 這什麼標準 我們自己農民種的 我們自己農民種的 你就說不可以 只能到0.1 0.2 所有我們自己種的都是0.1 0.2的標準 然後進口的 進口的 你就大開 你就大放標準 就可以到達20倍到10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你們這樣的標準 一樣 我不是只有吃毛豆 吃黃豆 國人吃黃豆 遠高於毛豆 亮 謝謝 人家吃菜的都吃一堆黃豆 你這種標準真的很難讓人家享受 這個是安全的 謝謝 謝謝